Hello,大家好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永久免费的Net主机 它叫Warden 但是它给到了一个IPv4的端口 可以很方便的使用终端进行管理 申请的话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 进入到申请的页面 第一个步骤是给这个机器人发一个消息 我们直接点击开始 收到的这个ID就是我们登录的账号 然后在这点击从置密码 我们把ID填入进去 好,那这个时候呢 机器人会给我们一个字符串 在这里我们设置新的密码 然后点击提交 现在就已经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登录 这个ID密码是我们刚刚设置的 然后进行验证 提交登录 现在就已经登录成功 我们接下来到上面点击新建一个VPS 地区的话我们随便选一个 系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 这个密码是VPS的登录密码 用途也可以随便选 这几个条款需要都勾选 确认 然后再验证 点击新建主机 大约等待一分钟就可以新建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VPS信息这里 当我们看到激活字样的时候 这台VPS已经申请好了 有时候他给到的IPv4地址不能用 那我们就直接拷贝这里的IPv6地址 然后在这里进行网页连接 然后在这里进行网页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硬盘是4个G 内存是750 Io的速度很快 这比Hex基本上是快了100倍 总体上看速度是非常不错的 Windows的主机也是要求每7天一次续期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续期VPS 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打入几个字符 算一道题 验证之后就可以实现序期 还有一些例如重装系统 重置密码等等操作 如果想申请免费VPS的朋友 可以到我的博客来看一下 申请的地址我会直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